新闻镜头马上带您来到香港 今天香港泛民主派举行了年度七一大游行 表达对港府施政的强烈不满 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 以及争取2017年特首普选 虽然游行刚一开始就遭遇倾盆大雨 不过游行民众并没有受到影响 队伍出发前仍朝占满维多利亚公园的六个足球场 表示队伍出发之际 人数至少已经超过先前预估的五万人 依传媒主席黎智英也换上印有 和平战中的字样白色T恤 亲自参加七一游行